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我派克老板 在这里一点点 每年到了11 12月 就是ETF下半年成分审核的调整旺季 尤其是高股息家族 因为会牵动到他们未来一年的配息能力 再加上今年前三季的财报 已经在11月中公布完了 这时候ETF就可以大概推算出 明年哪些公司的配息能力会比较好 所以年底这次的调整 等于是高股息家族 提前卡位高配息公司的一个前哨 目前台股成分已经挂牌的高股息ETF 一共有这17档 我们依照调整的月份顺序来排列 大部分都是一年调整两次 上下半年各一次 行中标绿色的这6档 包含了730、731、90、79、299、930和701 都是一年只调整一次 中间这个小挂号代表配合母体的非例行调整 可以看到11到12月 一共有9档高股息要换股 其中最受瞩目也是第一个登场的 就是千亿神兽878 去年同样这个时候 我们有做过一支完整的逐日观测 表格都还在 可以看到去年这个三进三出 被删除的元泰统一和华新 最早是从11月21号开始删除 然后一直到12月2号持股全部清空 一共花了10个交易日 而被纳入的中钢锐域和联发科 最早则是从11月24号开始出现 刚好也是10个交易日建仓完毕 再来看到今年5月两进两出这一次 被删除的中华电和国具 最早是从5月22号开始删除 一路到6月2号就全部清空 刚好也是10个交易日 伪创则是从25号开始出现 第一批2万多张 一路到6月6号结束 一共是9天 日月观则是13号才结束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次的共通点就是 删除的大概会在20号左右就先发动 纳入的则会是晚个几天才开始 而因为878是目前四大千亿ETF里面 成分数量最少的 像0056是2400多亿分散到50档 929是1000多亿分散到40档 878则是2300多亿只分散到30档 所以在规模大成分又少的情况下 单一公司要调整的部位 就会比0056大很多 所以要花到10天甚至是更长 也就是说11月这次 最快可能在11月20号礼拜一 就可以大概看出这次是谁要被删了 现在天气变冷进入秋冬 为什么我们还穿短袖 代表台股也已经进入了除息淡季 对高股息家族来说 尤其是采用季配双月配和月配的 可以说是最矜的季节 因为台股水蜜桃的产季是在夏天 冬天涨不出来 如果顺其自然 当季采多少就配多少 没有帮后面预留的话 要是刚好又遇到净值破发 就可能会面临空箱配不出来的问题 农场老板压力就大 像一般市值型或是产业型的ETF 是以价差报酬为主 原本就不是配息导向了 所以要是冬天挂蛋配不出来 还可以理解 但对于高股息ETF来说 配息就是最重要的基本盘和本命区 老板要是在门口挂出 不予分配这四个大字 那要多大的勇气 当然信成力还不满半年的 就另当别论 好在今年出现一个新的改变 那就是2454联发科 从2024年1月就会开始实施半年配 上半年除息日定在1月4号 将要配发现金股利24.6元 也就是说现在大型全资股里面 除了台积电原本就是既配之外 现在又多了一个联发科 会在1月先配一部分 这对很多半导体和高股息ETF来说 等于是多了一棵树 可以在冬天先采收 帮仓库补1.54C 稍微缓解红桃不够的问题 所以这次我们就来比对 这17档高股息ETF 看看谁有联发科 统计到11月17号为止 项目包含了持股数量 权重和排名 我们依照持股数量来排列 目前这10档ETF有联发科 最多的就是878有11000张 权重大概占4.3% 第二多的是0056也是1万多张 占大概3.8% 比878权重稍微少一点 然后你看第三高的929有4700多张 %数也很接近 因为56878大概是2300到2400亿左右 然后929是1000多亿 所以在权重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张数比例就差不多是两倍多一点 不过一样4%多 在878是排第四 但在929已经是排第一大了 而如果要看权重 最高的是927 这不奇怪 因为927本来就是半导体主题 只是多加了高股息概念 所以联发科13.8%也算是合理 权重第二大 反而可以注意的是底下的730 联发科是第一大权重 而且也有12% 然后可以看到11月新挂牌的月配934 他610张也占了8% 同样也是权重第一 这对他的第一次月配会有帮助 另外919虽然他的联发科排在第九名 但权重也有接近5% 所以你看929 4%就顶天了 但919 5%还排不进前五 这就跟每一档ETF的配重规则有关 一样都有买联发科影响程度还是有差 大家注意这是截至11月17号为止 大家都还没开始换 打勾的这些是11 12月要调整的 接下来就要看已经有的这些包含56 878 919 900 927 联发科不能备删 但我觉得应该都会留 反而是还没有纳入联发科的 像是915和918都还有机会 如果可以在12月这次调整把联发科纳入 1月4号马上就可以参加除息零水蜜桃了 仓库有补货 这些高股息ETF上半年的配息 就有机会多配一点54C了 所以这一集结论就是说 因为联发科从2024年开始改成半年配 而且1月4号就除息 这变化会让很多高股息ETF 在除息淡季配不出息的问题得到缓解 而且我觉得联发科这种龙头公司改成半年配 是有指标意义的 未来如果有更多公司改成半年配 甚至是继配 那就会更有利于ETF的配息规划 尤其是高度要求配息稳定性的 高股息继配和月配ETF 而紧接着在这一波所有高股息ETF 全部都调整完就定位之后 接下来就要公布 每半年一次的ETF天菜评选结果 今年1月那次3231尾创 拿9颗信还记得吗 再来7月那次最后是6239的历程 和3702的大连大并列冠军 但那一次我们又特别加做了筹码的统计比对 最后是大连大胜出 而至于这一次调整完之后的冠军会是谁 我们在1月份就会揭晓比对的结果 想收到最新的消息 欢迎订阅残鼠兄弟 以上就是这一集高股息家族联发科持股的研究 878这次的调整 我们也会全程观测追踪 夯番組FQ&A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来看老板在这边睡觉 说到睡觉 我最近到现在还常常会梦到以前上班的事情 即便是我们做YouTuber已经六年多快七年 也就是说我离开职场已经这么长的时间 我都会梦醒说 我明天有一个案子要交 我真的有时候很怀疑在做梦的时候 进到那个场景 它其实现在正在发生中 你说是平行时空 就是说其实有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数 他当初没有选择当YouTuber还是继续在上班 然后他那时候好像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小孩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倒是蛮常梦到的是准备考试 还是学生时代 他说明天要断考了 明天要月考了 怎么办都还没有看书 要赶快临时报后教 学生时代也太久了吧 我会知道 我是偶尔还会出现一点是当兵要收假的那种感觉 那我跟妳讲其实派克老板也会做梦 而且他做梦会讲梦话 他手会叫做梦话 不知道他梦到什么 对啊 梦到抓老鼠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派克老板你都梦到什么 派克老板你都梦到什么 你都没有跟他 那所以平行时空真的存在吗 我觉得应该有耶 那平行时空的派克是长什么样子 可能是这么大一波很胖一只这样子